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鼻子唇症多症 也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酷刑终活症 还有一个四个细胞瘤 这三个三个直接医师都要去掌握 所以这个解剖生理 我要讲 跟大家说三遍 为什么呢 都涉及到肾上线的解剖 整个肾上线 包括皮子和水子 皮子占绝大部分 占90% 水子占10% 皮子又不分为三个蛋 那么在生理学 大家也学过 包括哪三个蛋 球状态 树状态 网状态 那么主要昏迷 盐皮子结束 那么它的典型代表是全国酮 那么树状态 它的分泌的结束是皮子醇 那么它的典型代表就是皮子醇之多症 那么网状态 主要昏迷性结束和皮子醇 那么跟你有关的估计就是性结束了 好了 大家注意了 你看看 这三个蛋 三个蛋怎么记 有些同学说 贺老师我时间长我也记不住了 在生理学也经常考这个东西 那么我是这样跟大家记的 第一 球状态 球状态 那么你就记一只盐 盐是绿化了 绿化了 大家看看 各需观察 是不是一颗一颗的小颗颗 像球一样 小球星球星一样 一颗一颗的嘛 所以你每会看到球状态的球 就想到这一颗颗的盐 盐皮子结束的典型代表 这个你站着记不住 那我也给你没办法了 全共同 是不是 好了 第二个 树状态 一树一树的 那么大家记住 北京人喜欢吃的长虎鹿 唐虎鹿你看看 是不是糖啊 是不是一树一树 一条条的 所以你每会看到树状态的树 就想到北京人吃的唐虎鹿 一串串的 一条条的 那么这个就是唐 这个唐虎鹿的唐 唐虎鹿的唐 那就是唐皮子结束 唐皮子结束 那么代表就是皮子水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网状态 那么网状态 最后面信结束 那么我们记忆怎么记呢 我就记忆成哪个男的女的 跟男的女的搞到一起化而去了 感情很好 爱得死去回来 为什么爱得死去回来 我们说他坠入情网 是不是 为什么坠入情网 爱得死去回来 就是因为他信结束着怪 当信结束最旺盛分泌的信息是吗 年轻人吗 当然是爱得死去回来 就是情网 是不是 那么记住这个网 那么就知道他是情网 情网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那就跟信结束有关系 OK 你不是记住了吗 好 三个 球状态 全国同 树状态 皮子之存 网状态 信结束 OK 你记住了 当这三个态分泌增多的时候 当然就会导致顺上线的几个疾病 要求大家掌握的 你比如说全国的增多 那么就是原发型全国同增多症 简称原泉症 好 这就是球状态分泌的 全国的增多 掌握着这个导致这个疾病 等于我们要大家掌握的原泉症 假设是树状态分泌的糖皮子接受增多 那么这个疾病 我们就把它不正常叫做皮子接受增多症 那么也叫酷心综合症 所以这酷心综合症 就指这个糖皮脂分泌对增多引起 当然假设网上的分泌信结束增多 那肯定是把信结束稳乱了 内分泌功能四条 好了 我们讲的是皮脂的 这三个态 那么还有水脂 水稳绻加产香参 unf 水稳燃疏缺加产生成Bl 水稳濕产生存 NXT 水稳氏增弱 因此иль分 所以假设这水脂上面长到4个细胞上面 长到4个细胞绿 那么就用大量的温泌 大量的分泌 水稳限出 2兆分泌 所以细胞绿 大家想都能想到 她的临床表现 什么 跟胶管神经兴奋有关系 跟胶管神经兴奋一个样 你胶管神经兴奋正常的 是个分泌身上叶子 血在身上叶子 或是个细胞瘤也是分泌身上叶子 血在身上叶子 既然你第一次胶分泌一样 产生效应肯定一样 它的临床表现肯定一样 OK 那么你这时候 即使我没有讲到 你只要生理学学得比较好 胶管神经兴奋的临床表现 你知道 OK 你就知道了 是个细胞瘤的 临床表现或临床特例 那么检查你都搞清楚了 是不是 检查了肯定的 血要中的日沙分泌 分泌增加 然后它的代谢产物 增加 完了嘛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提议 你掌握这个生理学特例 你自己都可以把它推倒出来 OK 这就是跟大家讲的 这个检法学或生理学特例 所以像这种东西讲了之后 那么大家有个大概的观点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好了 这时候我们马上要讲 酷心中和症 是哪个的毛病呢 是肾上性皮脂 树状带分泌的皮脂醇增多 导致的皮脂醇增多症 所以 这个酷心中和症 也叫皮脂醇增多症 那么也叫酷心中和症 都是它 所以它的病根 已经找到了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 酷心中和症病一 我刚才说了 所谓酷心中和症 就是分泌的皮脂醇增多 就是这个皮脂起手增多所致 超过来正常范围 那么这病根在哪里呢 在肾上性的皮脂 好了 大家注意了 只要你 不是肾上性皮脂分泌 皮脂醇增多 皮脂基础增多 都叫酷心中和症 所以酷心中和症 这是个大的概念 因此呢 我问你酷心中和症 是哪种基础增多 你打什么 糖皮脂基础增多 或者皮脂醇增多 都是它 无论什么原因 倒致的肾上性皮脂 分泌的皮脂醇增多 都叫酷心中和症 那么我们已经就看着这个下血脑垂体 肾上性皮脂主 大家来看 下血脑正常人 下血脑分泌的CRH 刺激垂体分泌ACTH ACTH又主要用于肾上性皮脂 这是肾上性皮脂 这个树状的 昏迷 糖皮脂结束 这正常人就是这样 所以我把它称为 下血脑垂体 肾上性皮脂醇 这个调节者 那么我们根据 刚才酷心中和症定义 当病例情况之下 肾上性皮脂 大量的分泌这种皮脂醇 那么导致皮脂醇 激瘦的水平增高 那么就叫酷心中和症 那么哪些原因 会导致皮脂醇增多呢 我们从下网上看 最好理解 我是这样说的 这个头大家注意了 这个头经常用于考 大约这个章节的80%的题目 都可以用这个图推荡出来 所以我这个图 希望大家硬在脑海之中 假如大家理解了 很多没有学到的东西 你考试复习的时候 没有复习到 考试的时候有 那么你自己都会把它推荡出来 好大家看看 假如要想这个皮脂醇分泌增多 那么就往上看 看哪儿 还剩上性皮脂 剩上性皮脂 你想一想 怎么是皮脂醇分泌增多呢 假如剩上性皮脂 上面长个牛子 这个牛子假如是个良性的 叫做皮脂腺牛 大约占所有贵性中国症的 15%到20% 假如这是个良性的牛子 叫做腺牛 你看看这个牛子 长在这些皮脂上面 当然你分泌大量的皮脂醇 是不是 好这是一个 第二个 假如这个牛子是个恶性的 叫皮脂癌 大约占5% 那么不管你是阳性的牛子 还是恶性的牛子 都大量的细胞 牛细胞 来分泌皮脂脂醇 当然皮脂脂醇增多 大家就是导致苦性中和症 还有一种情况 当然不论是你良性的腺牛 还是恶性的矮 那么都是肉眼看得到的 因为它可以长得很大嘛 还有一些 肉眼长得看不到的 但是在什么 显文心里还可以看到 所以它叫真身 细胞的真身 好了大一点的叫大姐姐真身 肉眼可看得到 前面看得到 小一点的叫小姐姐真身 不管你大姐姐真身 小姐姐真身 这就跟那个牛子一样 也就是说你的牛子很大 看得到的 良性的叫腺牛 恶性的叫矮 那么喜助颜 刚刚可以看到 或者写文心 你还记得不一样 看得很清楚的 叫做真身 那么大一点的叫大姐姐真身 小一点的叫小姐姐真身 都是这样细胞真身嘛 当然你功能抗性 都会 都会产生 糖皮脂脂脂 所以这就是酷性中和症 在正上线 这个是地方 皮脂这个地方 毛衣 有的四种 血牛 大姐姐真身 小姐姐真身 那么都可以分泌 皮脂脂脂脂 好继续往上看 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使得糖皮脂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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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 我们是原来跟他讲垂体牛干大小分的 大于一个公分的 大蟹牛 小于一个公分的叫微蟹牛 所以这个垂体牛 大家注意 占所有枯心中和人的70% 怎么样 绝大部分都是垂体上面占个牛子 分泌ACC一致 是身上一致是昏迷 他们其实真多 这个病一 好了这个牛子假如很大叫大蟹牛 现在占10% 假如说这个牛子很小 叫微蟹牛 占80% 还有一些叫无蟹牛 什么意思 你肉眼看不到了 在血纹地下可以看到 他只是个真身 还未形成牛子叫无蟹牛 占10% 好了大家看看 在垂体上面占所有枯心中和人的 那么病因的垂体牛占70% 所以他最多 最多之后我就给他一个什么 特有的名称叫什么 枯心病 所以大家注意 枯心病是什么 枯心病是垂体上面占个牛子 分泌ACC一致 与左右细胎性皮脂 使糖皮脂也会被增多 由于这个垂体牛在所有枯心中和人的70% 所以这个枯心由垂体牛引起的枯心病 那么是枯心中和人的一部分 占多少占70% 所以我单独的把它拿出来 作为一种病叫枯心病 所以枯心中和人是个大的概念 枯心病呢 这是垂体的毛病引起的 那么是个小的概念 但是这个小的概念在枯心中和人最常见 占70% 而尾腺牛又占所有垂体牛的80%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尾体垂腺牛占所有枯心中和人多少啊 两个一层嘛 70% 86% 所以枯心中和人最常见的病因 他也可以这样考你 那么你打什么 垂体尾腺牛 我也可以这样打你 我说枯心病 最常见的病因是什么 你也可以打什么 垂体尾腺牛 那么就是80% 假设说枯心病占 枯心中和人多少 56% 好了 大家注意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啊 枯心病 所以枯心病跟枯心中和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等一会儿反反复的提到这个概念 大家就不要搞混乱了啊 又是枯心病 又是枯心中和人搞得过晕头转向 枯心中和人是个大的概念 所以他就让我们这篇病 这篇病名张旗的提头 那么枯心病呢 是枯心中和人里面其中的70% 是由垂体牛引起的 我专门特制一个病 叫做枯心病 由垂体牛引起的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 假设这个债台再往上看 假设下极了的原因引起的呢 假设下极了 这里面也长个牛子 那么这个牛子拼命的分泌CRH 作用力是垂体 是ACTS分泌症多 在作用力是生上腺素 皮脂 那么是皮脂分泌症多 照样叫枯心中和人 所以这里就是什么 EVCRH中和人 EVCRH中和人 大量分泌CRH 当然会使垂体分泌ACTS 导致生上皮脂分泌糖皮脂症多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 有什么特点 以这个虚线 黄颜色的虚线为界 大家看有什么特点 上面的 所有的这些病因都要依赖ACTS 什么意思 就是ACTS增高 依赖ACTS增高 才能够使皮脂症分泌增多 下面的呢 不依赖ACTS 不管你ACTS增不增高 你既然增长率是降低的 我照样 可以使糖皮脂症分泌增多 为什么 你看看 身上皮脂上面长个牛子 无论你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我管你上面的ACTS有为什么 多高啊 我只是个癌 我也不受你控制 所以我的皮脂症存 就大量分泌 我就从我的癌细胞里面 牛细胞里面分泌出来 真是细胞里面分泌 所以大家看看 身上皮脂症先牛 身上皮脂症先癌 小姐姐增生 大姐姐增生 那么它是自己 陡脱的自主性 不受你ACTS的调节 所以说 不依赖ACTS的酷性中和症 上面的呢 你看 垂流通过大量分泌ACTS 那么ACTS增多之后 初期 身上皮脂分泌糖皮脂症 ACTS也要增高 一位ACRNH 那么通过自己垂体 ACTS分泌增高 那么 自己皮脂症增多 所以它也有ACTS增高 以为ACTS中和症呢 顾名思义了 那就ACTS分泌增多了 所以上面的 以虚线为界 上面的 必须ACTS分泌增加 才会导致酷性中和症 所以叫做 依赖ACTS的酷性中和症 下面虚线以下的呢 这四个病因呢 叫做不依赖ACTS的酷性中和症 那么就这样给大家分为两大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等于会讲的 依赖ACTS的酷性中和症 和不依赖ACTS中和症 那么大家脑海中医疗有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图大家一定要硬在脑海之中 并且还要用这个图来解体 当然了 这个图你已经理解了 那么 即使书上没讲到 也很难的词题 你都快快搞定 为什么 因为书上没有讲 但考的比较深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出一个这种题目 这个病人是个身上性P的线牛 问你 这个病人呢 我再来说了 身上性P的线牛的病人主要表现为 答案A 这个病人呢 因为唐皮的疑似是高死的 唐皮的疑似是酷性中和症 当然会高 好了我再问他答案比 那么这个病人的ACTS也是高死的 你想一想 我说的是身上一匹的线牛 想一想 它是不依赖ACTS的 酷性中和症 当然你的ACTS也会是吗 会降低 为什么降低 你酷性中和症的病人 那么唐皮的疑似就分泌增加 他给他一个负反规 是不是 所以这种病人ACTS也降低 好了我再问你 学生中的CRH是高死的 大家再看 提许往上 对上面也有个什么负反规 这一个负反规 所以CRH也降低 大家看看是不是 这书上没讲吗 考四四个是经常考这些东西吗 你啥丰富的 你还在背 背什么呢 不需要你背 所以你看看 生产皮脂先流 那么自主分泌 唐皮脂结束 对ACTS也有四个移植 对ACTS也有血清 ACTS也有减少 CRH也有四个移植 就有CRH也有减少 好了我再出一个题目 假如这个题目是 生产皮脂结束 哎 这个的 那么我再问你 这个病人的唐皮脂结束 应该怎么 增多 ACTS跟CRH 跟刚才一样 受移植 那么会降低 好同样的道理 小机械增生 大机械增生 一样的道理 唐皮脂结束分泌增加 CRH ACTS 受移植 那么分泌结束 好了 假如我继续往上 假如这个题目给你的这个是 垂体尾腺流 这个最长接的 垂体尾腺流 我说这个病人是个垂体尾腺流 我问你这个病人 唐皮脂结束高不高 唐皮脂当然高嘛 他的科学中后呢 怎么不高呢 所以这个病人 唐皮脂结束高 好了我再问你 这个病人的血清 ACTS是高的 当然是高了 因为尾腺流 就是通过尾腺流 这个流子混泌ACTS 它是依赖ACTS 中和症 当然ACTS也会增高 是不是 好了 CRH呢 CRH有益的ACTS 增高 当然复返给你CRH 会降低 是不是 好了 这书上没讲 考到这种 你比较难的 OK你也会打 好了大家注意了 你自己也可以推一推 大线流 无线流 跟这个一样 好了我继续往上 假如这个题目给你是 一位CRH中和症 我问你这个病人 唐皮脂结束怎么样啊 增高 这个病的ACTS 由于它的依赖ACTS 酷性中和症 当然会增高 这个病人的CRH呢 因为你是一位CRH中和症 当然你CRH会增高了 是不是 所以表现完CRH ACTS 他们全部增高 好 假如这个病人 我再来问问大家 假如这个病人是一位ACTS 中和症 那么 大家会有什么表现 假如这个病人是一位ACTS 中和症 哎 它的ACTS肯定什么 增高 因为不然它怎么 怎么叫ACTS中和症呢 因为ACTS中和症 肯定这个细胞就是分泌ACTS 这个基础的细胞嘛 所以ACTS增高 因为它是依赖ACTS中和症 所以增高 好了 大家再继续看 皮质的细胞怎么样 增高 它就是以通过分泌ACTS 来刺激生产皮质 合成糖皮质的细胞 当然糖皮质的细胞会增高 CRH呢 受医治嘛 所以降低 所以像这种题目 你看看 是不是你觉得很难呢 你每个每个要背 你背什么呢 不需要你背啊 只要把这个图映在你脑 这种 考到这种你认为很难的题目 怎么样 很简单就把它搞定了 是不是 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病因 要当重点讲到讲去的原因 因为它实在太重要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影响文 第一个 枯心中和症 枯心中和症 平时是以中文表述 这时候我为了 怕它引起文响 考识这个经营偶尔会出现这种英文 所以跟大家用英文 枯心 枯心中和症 这个大的概念 是不论什么原因 只要你皮质层增多 数字疾病的组成 所以它来做我们这个教科书的剔头 好 第二个 枯心病 在枯心中和症中 大约70% 都是垂体腺流分泌 AC阶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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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垂体流引起的这个枯心中和症 我们把它叫做枯心病 所以枯心病是枯心中和症的一种 占70% 也是枯心中和症的最常见的一种 因此我把枯心中和症混两种内心 一种是什么枯心病引起的枯心中和症 还有一种回枯心病所知的枯心中和症 所以把它混两种 等一会我要见面诊断 因为那就是定位诊断 整个枯心中和症 那么假如你这个病人是个枯心病 那么定位定位在哪儿 脑垂体 所以我要进行定位的时候 我首先什么检查 头颅MRI 就做这个脑垂体 缓治 假如这个病人是回枯心中和症 回枯心病所知的枯心中和症 那么很可能这个流子在哪儿 在身上线 很可能这个流子在下去了 所以就可以给你区分 你做检查写哪个检查项目 好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麦德尔中和症 麦德尔中和症 卡列中和症 大家注意啊 这个研究生考过 你们职业医师没考 为什么没考 我估计是太难了 假如他今年考个难一点 实际考个麦德尔中和症 卡列中和症 你也不知道阳文是什么了 就都输完的 什么叫麦德尔中和症 麦德尔中和症 不依赖 ACTH的双侧身上的小集结真身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一个 双侧身上的小集结真身 他不依赖ACTH 是不是 不依赖ACTH 双侧小集结 身上线皮脂的小集结真身 OK 那么就单独有个名称 叫做麦德尔中和症 好了 假如在麦德尔中和症基础上 把皮肤乳腺 新黄的年月流 港湾中流 垂体的生长期处流 那么我又把它称为一个名称 叫做卡列中和症 所以这就是四个阳文 这四个阳文 希望大家把重点掌握前两个 前两个是考出重点 后两个大家了解一下啊 同学技术好的同学 争取给他理解 技术不好的同学 那就放弃 为什么 很少考嘛 其实目前为什么也考到嘛 所以在考到里面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你要得高分 就把后面的两个搞定 你只想过关 我估计技术前两个过关差不多了 好了继续 我们看15年这个试题 考的比较简单 他说困心中分泌过多的技术 是什么技术 当然是皮子技术 他们现在技术皮出人 所以答案是1 假如这个病人分泌过多的是 身上腺素 虚假身上腺素 我刚才说了 是四个细胞柳 假如这个病人过多的分泌全不同 假如原化全国的症多症 假如这个病人是肾素 跟这个讲的身上腺无关 因为为什么 它是肾上引起的 好了 继续 我们看05年这个试题 大家看啊 血性中的ACTH水平不升高 什么叫不升高 不依赖ACTH 就这个意思啊 不依赖ACTH酷性中和症 那么病人是哪一个 不依赖ACTH酷性中和症 我刚才说了 这都是不依赖ACTH酷性中和症 就是下面的两条 虚线之间的 这四种疾病 都是不依赖ACTH中和症 身上皮脂性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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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晶生 大结晶生 都不依赖ACTH 为什么 也就是暗死 我身上皮脂性癌 无论是良性癌 还是恶性癌 还是细胞症生 小结晶生 大结晶生 我不受你上位的 垂体的ACTH 我拼命的在这个牛脂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一个牛脂慢慢的长大 当然分泌的 当然分泌的皮脂性癌 不依赖你ACTH 不管你 你随便你上位技术 你不能控制我 那独立王国 所以这叫做什么 不依赖ACTH 起的酷性中和症 因此正确答案为1 你看看 假如你知道这个图 是不是直接就会把它写出来 多么简单的事情 是不是 好了继续我们看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酷性中和症 就是糖皮脂性癌 分泌增多引起 所以所有的临床表现 都是糖皮脂性 增多的心理学特性 所以你假如生理学学得比较好 你知道 糖皮脂性就是 生理作用 那么这个临床表现 你自己都会把它推倒出来 好 糖皮脂性症多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 第一个 脂肪重新分泌 什么叫脂肪重新分泌 就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所以脂肪重新分泌之后 他主要是哪个分泌 相性性分泌 就是你心脏越近的分泌 脂肪越多 你心脏越远的 分泌脂肪越少 好大家看看就是相性性分泌 你看看 是不是 不论这个男儿 还是这个老太婆 你看看都是相性性分泌 是不是 看着他这什么 心脏越近的地方 越胖 还有什么满月脸 脸上分泌的脂肪也多 满月脸 还有水牛背 背上去心脏很近 所以他也是 背也很肥厚 叫做什么 满月脸肥厚 相性肥胖 水牛背 那么看到这种东西 这都是酷心忠乎的特征性表现 所以看到这相性肥胖 满月脸水牛背 马上就要给他诊断成 后面不读了 马上给他诊断成 酷心忠乎的 完了 好了 第二个就是多血脂外貌 为什么多血脂外貌 因为皮脂唇可以刺激造血 刺激骨髓造血 当然你们现在估计没有这个感觉了 我们在八十年代 刚刚刚医生的这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还没有这个什么 激烈酚 刺激什么白细胞 白细胞生成的激烈酚 也没有这个什么EPO EPO啊 红细胞生成素 更没有血脂外生成的TPO 血脂胞生成素 都没有这些生物质疾 那这个怎么办 那这个你比如说 战胜肠的性命学 那么治疗 要使他的什么 红细胞增值 就用激素 所以那个年代就是什么 只要你是这种疾病 红细胞少的 逆细胞少的 血脂少的 就用激素 所以激素它有个刺激骨髓造血的功能 因此 当你的皮脂唇增多的时候 那么他的 红细胞血红蛋白都会多 所以他就是多血之外 就是看到脸色呢 蜂扑扑的 皮肤肥薄 微血感透气 就是看到啊 像婴儿脸一样 粉红色的 很好看 这叫做多血之外貌 好了 这就是他的狗特的表现 好的全身肌肉系统 大家都知道了 唐皮肌肌肉太用多了 那么这个病人常常是激无力 站起来都没办法站起来 神经肌肉系统 那么这表情绪变化 情绪部位 还照失眠 这都是皮肌人增多的时候表现 皮肤 那么皮肤你们经常考到的 就是指纹 大家注意指纹 不是人身纹 很多人把指纹跟瑞神纹搞粉线了 瑞神纹是 蛋白色的 他是由于瑞神之后 子宫真大 把这个肌肉底下的肌肉 怎么样 拿开了肌纤纹拿开了 拿开了一断裂 怎么样啊 他就出来白色的指纹 好了这个白色的瑞神纹 好这个指纹在什么 下腹两侧大腿外侧 出现的是指严实的指纹 所以看着指纹两个字 那么马上就要想到 酷心中和症 这是酷心中和症 因为你们指纹的这个 我告诉你 你教育当中 只要学习你掌握酷心中和症 还有个什么呢 看着指纹两个字 闭着眼睛给他证单 酷心中和症 完了嘛 好了还有个皮肤色素加症 大家注意皮肤色素加症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 要皮肤色素加症呢 圆滑阴身上皮肤色素加症 是不是 圆滑阴身上皮肤色素加症 圆滑阴身上皮肤色素加症 也有皮肤色素加症 所以大家注意了 只要有皮肤颜色加症的 那么 你教育当中要性的掌握 只有两个病 一个病 这儿 酷心中和症 还有一个病 圆滑阴身上皮肤色素加症 OK 那么马上 就给你给予个疾病 搞清楚了 所以这些独特的表现啊 希望大家解体有作用的啊 什么指纹 皮肤色素加症 相信回放 满月脸水流背 一定要 牢记在心 看着这种什么 临床表现 马上就应该形成条件反射 这是考虑我 酷心中和症 好大家看看 这就是满月脸啊 这就是水流背 你看看 是不是吃饭很多呀 满月脸水流背 相信回放啊 好继续 我们看看心血管 好了心血管 那么高血压是长期的 这个西医中国考了很多次 他说这个酷心中和症犀 最早期的 最长期的病床表现是什么 达什么 达高血压 我也是什么高血压 难道酷心中和症犀病人有高血压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唐皮子就是生理功能 唐皮子就是生理功能 在你生理学讲过 他的什么是 保水 保了排水排下 大家注意啊 不跟全国的一样 全国的作用是保了保水排下 唐皮子的作用呢 是保了排水排下 好了 这唐皮子的作用 你生理作用 是保了排水排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假如这种唐皮子增多 酷心中和症犀病 这唐皮子增多 保了是不是增多啊 哎 他的腊力增多 排水呢 排水就排不出去嘛 是不是 所以这种病人 在酷心中和症犀病 排水 唐皮子增多 排水增多 这种病人会什么 水里丢死 好了 但是他又有保了 保了 和水会相比 你那粒子一保 到底身体内 你想想一下 他有什么 渗透压增高 那么就把这水分 你虽然想排出去 我也给他吸回来 所以这个作用 保了的作用 要超过排水 因此 那么有那粒子的株瘤 那一株瘤 它会导致什么后果 高血压 好了 这种病人又排下 唐皮子有排下的作用 所以大量的唐皮子 就排出了这种 那么血钾会什么 降低 所以这种病人 有低血钾的表现 因此他有高血压 低血钾 的表现 跟什么东西很相像 跟原化学全骨通的增多症 很相像 但是 由于唐皮子技术 只有全骨通作用的 五百分之一 五百分之一 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保了 排下的作用 只有全骨通的五百分之一 所以他就不是我们 全骨通的保了 保了 保水 排下作用那么强 因此 大家就看到 原化学全骨的增多症 那么这种高血压 会很高 低血价会很低 但是 我们这种枯心中 虽然有高血压 虽然有低血价 那么他的作用 只有你的全骨通的五百分之一 所以这个高血压 会不会很高 不会很高 低血价呢 也不会很低 所以这就跟大家 想当然的不一样 虽然大量高血压 但是血压不很高 所以给你的血压 你会看到 都是一百四十几一百五十几 这个最多 偶尔搞个一百六十五 不得了了 他绝对不会像原化全骨的增多症 搞个什么一百六七 甚至一百八 不会这样 低痂也是这样 这种病人一般的情况下 即使低痂 也就是轻度低痂 万一这个病人低痂 性减重症 那么只处于这种两种情况 第一 严重的酷性中核症 严重的酷性中核症 它们这种分泌很多 那么它会低痂 第二个 身上性皮脂性矮 这种酷性中核症 由于它是矮 它的分泌量大不大 大 所以这个排假很多 会导致低痂性中核症 还有一种是什么 一位ACTH中核症 那么这个皮脂性 你也分泌很多 它也可以导致低痂 所以就先三种情况 会导致低痂性中核症 这种酷性中核症病 哪个 严重的酷性中核症 这个东西书上没有 所以说我跟他就加到这儿 有这个事情会出现 严重的酷性中核症 第二个 身上皮脂性癌 这三个 一位ACTH中核症 会导致什么 低痂性减重症 好了 出来了 有个高学啊 跟他讲了 低学甲跟他讲了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看看抗感染人 这用很容易理解 皮脂醇大家都知道 能够移植你的免疫功能 所以当皮脂醇增多的时候 当然免疫功能 会减低 肺部感染 常常的发动感染 都容易产生 好了 我们再来看性功能 大量的皮脂醇 会移植 垂体的足新鲜技术 就是FSH RH 因为他是他的邻居嘛 都在垂体 分泌的 所以移植之后 那么性功能 这种症不正常 对女性来说 女性不像女性 男性来说男性不像男性 女性 越境越长 瘦症 瘦症一般男性多嘛 雄几十多在来长粗肠嘛 所以他想把男性 好有些病人还是说男性化 那么男性化 这就证明他什么 这个皮脂肌瘦分泌的 很多很多 这些有什么情况 身上有皮脂肌癌 癌希望大量的分泌 这糖皮脂肌瘦 会导致你 这个 女性 男性化 对男性来说呢 那么就像女性 心欲减退 因你所想 搞完病 这会儿 所以男人不像男人 女人不像女人 这就是性功能的温暖 好 我们再看代谢张啊 代谢张啊 这种病人往往有糖尿病 为什么 糖皮脂肌瘦就有身高血糖的作用 当你糖皮脂肌瘦 大量分泌的时候 当然会导致内固醇性糖尿病 所以这种病人 血糖有个身高的血识 其实这样来的啊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啊 16年考的这个试题 大家再看 女性28岁 这个病人脸不变圆 脸不变圆 什么意思啊 就是满月脸吧 是不是 有血压升高 我刚才说了 这个病人有血压升高 有血压降低 血压升高 跟血压降低 一个高血压 水珠蜡珠流引起的 一个血压降低 所以皮脂肌瘦去排一下的作用 但是血压降低 是不是 好了 毕竟是因为糖皮脂肌瘦 导致他的新功能 内会没稳了 所以有毕竟 好 这个病人你看看 有高血压 血压是100的 6的100 所以血压高 但是不是非常高 有消息回报 满月脸水流被 哎呀我的天哪 还有指纹 这还要你说什么呢 不要说了 刚才讲的几个特征性的临床表现 满月脸水流被 消息回放指纹 都在这儿 还有什么呢 最可能的诊断出来了吗 还有个打什么呢 是不是打了谁 酷性症患症 你家人连这个题目都打错 那致命的水平太差 好了 继续 第二个 唯一明确诊断该患者 首先要做什么检查 酷性 既然你诊断这个病人是酷性症患症 那么要查 确定他的最重要的急速 什么 皮脂肪 做皮脂肪含量的确定 哎呀打他了 好了 皮脂肪的尚未急速 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 ACTH 主身上有皮脂急速 这两个都可以测 看你是依赖ACTH的 酷性症患症 还是不依赖ACTH的 酷性症患症 假如是一直依赖ACTH的 酷性症患症 那么这个病人的 主身上有皮脂急速 ACTH会增高 半次 假如是不依赖ACTH的 酷性症患症 你比如说皮脂肪 皮脂肪先牛 皮脂肪先矮 大姐姐生生 小姐姐生生 那么都是不依赖ACTH的 中和症 那么这个主身上有皮脂急速 ACTH会什么 正常或者降低 当然了 不论什么原因 那位皮脂肪 都是正高的 所以这个答案 那么正确答案应该打1 好继续 我们再来看虎猪检查 虎猪检查之前 大家在理解虎猪检查之前 虎猪检查是什么 这是大家重点 也是大家的难题 大家经常出处 所以在大家做虎猪检查之前 一定要知道 这个皮脂肪在体内怎么代谢的 假如搞不清楚这个皮脂肪在体内代谢 那么第一 你这个地方有题目 你不会打 第二个 你没办法理解这个辅助检查室 为什么要查这么多些东西 那么你就只有死机硬币 死机硬币时间长 你还是忘记的 这个皮脂肪 大家注意 在体内 在体内究竟有什么形式存在 那么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假装医技术很相像 刚才假装医技术是假装医结合球胆板TBG结合 那么占75% 这里占75%呢 是跟皮脂肪结合球胆板结合 跟它一样 占75%到84% 第二个 那么就占45%的是跟白蛋白结合 好 这都是两个结合状态 没有生物学功能的 在仓库里面 还有一种在5%到10%的呢 有利于状态的 皮脂肪发挥生物学作用 所以你之所以产生酷心中和临床表现 滑坡生物学作用 就是这一部分有利于状态的滑坡作用 但是它的量子是5%到10% 所以绝大多数都是跟什么结合啊 结合球胆板 皮脂肪成体结合球胆板结合 占75%以上 好了 这是它存在的状态 那么它的去漏 也就是它代谢 怎么样消除 极受到体内肯定要消除了 那么在哪儿 主要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在肝脏 大家都知道肝脏是个生活化学工厂 所以皮脂肪的代谢也在肝脏 我记得有一年这个考研究生 专门考了这个部位 你们这一次还没考 他说什么 皮脂肪代谢主要在哪个地方被降解 当然是肝 所以在今年来考这个东西不超纲 为什么不能考虑呢 可以的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肝记住 70%都在肝脏被降解 那么降解之后 那么原来一到七百角色肠 经常抢的这个东西 皮脂肪在体内代谢之后 在肝脏降解之后 那么它的这些产物是什么 十七腔 十七酮 尿十七腔 十七酮 从小便中排出 十七腔 那是十七腔 皮脂肪的简称 十七酮是尿十七酮 皮脂肪的简称 所以那是个经常出题 你自己去看 很老旧的是十七 因为一般到七百角色都是这样 就是十七腔 十七虫 所以它没有后面的皮脂肪了 它后面的皮脂肪都简称了 因为我们教材上就是 要十七虫十七虫 所以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就这个东西 皮脂肪在肝脏降解这个产物 那么十七虫十七虫 假如你这个病人是枯性中国症 皮脂肪增高 当然你的代谢产物 十七虫十七虫会增高 是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到六百角色 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一到六百角色就是 这个病人假如你要进行筛查 那么首先查的 这个枯性中国症病人 怎么样 怀疑枯性中国症筛查的 就是查的尿十七虫 就是查出自己的代谢产物 那么假如高 你来确诊 再来确诊 这个病人是不是枯性中国症 现在八百角色给他改了 为什么说他什么 影响因素太多 不准确 现在已经给他淘汰掉了 不查这个尿十七虫十七虫了 所以为什么你做理念真体的时候 那是个答案像 说为抽查首先什么检查 你打尿十七虫十七虫是正确的 现在还这么正确 不正确就不要打他了 这是我们八百角色专门指出来的 由于影响因素众多 现在基本上不做了 好了第二个 占百分之十五的原型从胆质排出 这没什么说的 还有一种大家注意了 从药中排泄的 皮脂层从药中排泄 那么是以油力皮脂层的习次 从药中排泄的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 在油力状态化化成作用的时候 再从油力状态从药中排出 而这一部分受影响的因素少 它的特异性又高 敏感性又高 你想一想 特异性敏感性又高 那么这种病人差什么 诶 查油力皮脂层 所以原来的大象 就是尿四季香四季头 干掉 打叉叉 影响因素太多 现在不做了 现在查什么东西 查油力皮脂层 尿中的油力脂层 那么来进行 塞查 好塞查的指标就有两个了 一个指标可以查血性中的什么 皮脂层 因为你苦心中的就是皮脂层分泌真多 所以第一个可以查皮脂层 直接查血中皮脂层 第二个呢 查尿中油力的皮脂层 所以这个塞查的指标 一个两个 大家注意了 从这一点上面 它代谢过程 你如果推测它的查射指标 是什么 一个是有血性中的油力脂层 一个是尿中的油力脂层 OK 这就是它的塞查指标 所以再也不要把答案打成 尿四季香四季头 这种旧成就的观点 那你得不到分的 好了 第二个 那么就看看辅助检查 这个辅助检查的概率 整个辅助检查分为四大块 那么四大块大家都要掌握 这都考过 第一个塞查之业 刚才我已经讲了 那么查两个东西 一个查 血浆的油力脂层 一个查二十小时尿中的油力脂层 尿中的油力脂层 它的代号是UFC 那么这个代号是 里面八年的教授上面 有的 你五年的教授上很常讲这个东西 UFC 主要用于它塞查 就如门疾 假如怀疑这个病人临床表现 怀疑他苦心中和症 那么他问你手写 未明确诊他手写的检查是什么 答什么 答成两项 要么打油力脂层 油力脂层测 要么打药中的油力脂层 UFC 确定 你就不要打油力脂层测 实际筒 原来你脑子打一项 脑旧的 这种实际 往往 隔出去打一项 那么那时候是 要实际筒 现在不打了 八分之后给他改过来了 好了 第二个 筛查之后 假设这个病人是阳性 也就是说 尿油力脂层 UFC 真高 血浆中力脂层 真高 那么就是阳性嘛 至于这个值多少 不要求大家记 考试之后 他给到你都有一个括号 正常值多少 你就要知道变成正常值高 OK了 行了 好了 假如他是阳性 那么筛查就阳性 那么我们再进行确诊实验 那么确诊实验 大家注意了 确诊实验有确诊两个东西 我们跟大家说过 一日步就确诊 看是不是这个酷性综合症 那么用什么 小计量 第三名称移植实验 叫做 H 很low很low嘛 就计量很小嘛 DDST 小计量第三名称移植实验 确诊 酷性综合症 也就是这个病人 是不是酷性综合症 那么 做小计量第三名称移植实验 那么 假如说他是阳性 再进一步进行病因确定 也就是这个病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起来 那么在酷性综合症中 病人中 我们跟大家说过 在70%是什么引起的 刚才我说了 70%是有 垂体先流引起的 我们把它叫酷性病 也就是说 假如你这个病人 第二步又是养性 确实为这个病人是酷性综合症 一个大的帽子带到了 那么我在下面 就要看了 首先找到是不是最常见的原因 酷性病引起的 占70% 我要把70%的病人找出来 然后给你30%分开 那么我做什么事业 小几辆地生病重移植自业 叫做什么 定性死业 是不是 定性 看你是不是酷性综合症 那么大几辆地生病重移植自业 我叫做什么 定位死业 定位死业 也就是看你的牛子长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长在垂体这个地方 假如在垂体这个地方 那么就定位在垂体这个地方 我马上就要来做一个什么 迭安的 MRI的检查 看你牛子在不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个是定性 一个定位 先要定性 再要定位 所以这就是他的顺序 这是考虑最多的 从筛查事业 到小几辆地生病重移植自业 到大几辆地生病重移植自业 这是考虑最多的 所以大家给这个顺序记住 假如这个体感中指数了 他的临床表现 你比如说满月眼 什么水流背 问你 文明确诊诊诊 首先你检查是什么 你打什么 打筛查 就打这两项 假如他再问你 第二步 文明确诊 那下一步做什么检查 下一步做什么检查 要做小几辆地生病重移植 实验 那么确诊这个病人 是不是枯性中和症 好 他假如说 是经营上面的检查 是养性 再下一步做什么检查 做什么 大几辆地生病重移植自业 确定这个病人 是不是枯性中和症 最常见的一种病医 垂体流 大几辆地生病重移植自业 这要定位检查 好了 假如他说 经过上次检查 底的确是养性 也就是这个病人 是枯性病 那么下一步做什么检查 那你说什么检查 做 丑陋的MI 看这个病人 垂体里面 是不是一个牛子 好了 大家注意了 那这四个事故 事故一本不能颠倒 当然 有些试题 大家注意了 他假如在体干中 已经输了 这个病人 查血浆 已经在体干中 已经输了 这个病人查 血浆皮脂醇增高 或者跟你说 UFC 尿皮脂醇增高 好 他马上问你 为明确诊诊 下面做什么检查 你打什么 嘿嘿 他已经跟你在体干中输了 塞查试验 那么 为明确诊诊 你就只有打什么 打第二步的 小企量 D3皮脂醇增 确诊这个病人 是不是枯性病 还是我们胖子 就是他终于回胖 引起的 也可以胖嘛 好 假如这个体干中 已经给你给了 这个病人查 血浆皮脂醇增高 并且小企量D3皮脂醇 一致四叶是痒性 也就是确诊 这个病人是枯性中央症 我也明确诊 下一步做什么检查 你打什么 那么就打 大企量D3皮脂醇 一致四叶 也就是体干中 给了你了 你就不做了 体干中没有给的 就按照我这个顺序 1 2 3 4 迪安检查 迪安的 M2 所以这四部检查 顺序一定不能到 好了 这是考的最多的这一种 所以很多同学打不到 就是因为把这个 初上讲 他是把这所有的检查 都讲完了 拼不秩序的 他没有一个临床思维的 就是要你这些检查 都有什么意义 都一个个跟你讲 他没有像我这样 一个个叠近的 1234 跟你排个序 并且每一步每一步 为什么要做这一步 他没有这种意义 好了 大家注意了 还有这些剩下的这三个检查 你看 血浆ACT也决定 CRH新疆试验 电解的设定 干什么用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酷心病症 酷心中和症 你70% 是不是 还有这些呢 还有30%呢 就作为这些检查 给他去公开了 就是说 非酷心病的酷心中和症 那么就作为这些检查 给他检查出来 你比如说 假如我彻底ACTH 假如ACTH 非常高非常高 那不要说的 这是什么 UACTH中和症 完了吗 是不是 假如我承认电解词 这个病人低脚 很低很低很低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什么是个很低 身上的皮脂液癌 很低 因为身体中和症很低 所以 那么就找出这些 会酷心病的 这酷心中和症 30%的病人 起这个作用 好了 这就是跟大家整个的 这个检查的概率 就这了 大家假如掌握 刚才讲的这个概率 这支点呢 一般应付你的职业一直考试 没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职业一直考试 不会考很难的 当然了 你说何老师 我一定要搞清楚 这每一步每一步是什么意思 那么继续往下听 继续往下听 听成绩好的同学 你想得高分的同学 就给他搞清楚 你不想得高分的同学 刚才我的几步就OK了 好了 我们再来一步跟他检查 一步跟他讲解 成绩比较好的 他想得满分的 或者得高分的 那么你就要搞清楚了 塞查事业 我刚才说了 有两个 一个是血浆 种皮质层 第一策定 那么种皮质层 一般他就会给你个 周围分泌的规律 大家都知道 皮质层内分泌 就有什么 二规律性 二解律性 二解律性 就是每天每天分泌的一样 他表现为什么 八点钟 最高 到了下午四点 第一点 到了凌晨 一点的时候 凌晨零点的时候 也就是12pm 就零点的时候 是最低的 然后再慢慢慢慢爬升 爬升到第二天八点钟 又爬到最高去了 所以假如是你给他延长 永远是这种规律 大家看看这条直线的这个规律 就这个规律 当然我这画了三个 因为你书上只讲了三个 所以说我就说 这画了三个的十点 那么你一个坚持之后 跟他一个个联系起来 好了大家注意了 在这你看看 在早晨八点钟 那么是最高的 那么最高的一般都是270 加2706 加4 加减64毫无尔每升 南无尔每升 这就是他最高的 到了下午四点 降了 降到多少 129 到了12点的最低的 96 南无尔每升 这就是越来越像 好了你这些数据要不要我记 我只能这样说 每次考试 都不要大家记数据 他一般都给这个数据标在后面 正常值是多少 为什么 每个实验室的这些数据都不一样 那么这些数据就是中货值 这些数据的 嗯 这种少见的这种正常值 你也背不到 是不是 所以老师一般比较温柔 万一出到这个东西 那么大家知道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规律性 也就是说 每次在8.8m最高 4pm 比较低 最低的12pm 那么就最低的 所以这二 规律 二解律性 那么就要 我们叫做什么 昼夜分泌规律 一个正常人都有这个昼夜分泌规律 假日不是正常人 他是酷性中和症 酷性中和症 就失去了这种昼夜规律 就没有这种昼夜规律了 那么早上是高于正常 但是晚上他不明显低于清晨 也就是晚上他本来应该降到最低的 但是不降低了 早上应该是很高很高的 但是他这比正常高一点 他就没有这种高峰 高峰就这么消失了 所以我们正常人有的昼夜昏迷规律 酷性中和症 就没有正常回律规律 那么根据这个雪浆症子孙的昼夜分泌 有没有规律 就会判断这个人是正常 还是异常 你比如说我一个大胖子 单纯回胖的病人 胖不胖?胖 我们刚才说的酷性中和症 有什么 向心回胖 胖不胖?胖 胖 两个都是胖子 来了这个都是胖子 你想一下你一眼一看 你没有查这个症子 两个都是胖子 你说这个人是因为生理心理回胖 单纯回胖 这个人是病理心回胖 酷性中和症引起回胖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他也不跟你说 那么怎么鉴别一个正常人 单纯回胖 还是酷性中和症引起回胖呢 那么就查这个东西了 雪浆重疲之神 看待有没有昼夜变化规律 假如符合这个昼夜变化规律 OK正常人单纯回胖 假如不符合这个正常规律 那么OK 酷性中和症 那我就抽筛出来了 就是把正常人和病人给区分出来 所以这就是起这个作用 第二个是尿油的皮脂层测定 我跟大家说过 尿油脂皮脂层在尿中测定的 那么他敏感性比较高 特性比较高 所以现在就不查尿中的十七香十七酮 这种尿皮脂层代谢产物了 就是查的油脂皮脂层 那么他叫UFC 去24小时尿量 20小时尿量全部给他收集到 那么查UFC的这个重量 那么24小时每天大于是130到304 南无二百升 大于340 那么是称为酷性中和症 你不是油脂皮脂层多吗 油脂皮脂多 尿中排出的油脂皮脂肯定要多 所以假如你多大于正常上限 当然你就是酷性中和症 假如你在正常之换位之内 那么OK你正常人 所以这叫塞查试验 塞查试验就这两项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塞查试验这两项 搞得很清楚了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 确诊试验 假如你这个病人经过塞查试验是阳性 也就是说我考虑这个病人就是酷性中和症 但是没有确诊 那么我要确诊这个病人是不是酷性中和症 怎么办呢 做小计量第三病重移植是第二步 所以这叫确诊试验 小计量第三病重移植 LDDST 什么叫小计量什么叫大计量 好大家又回到这儿来了 上面这个是小计量第三病重移植 上面这个大计量第三病重移植 小计量第三病重移植 顾米十一 口服的第三病的计量很小 那么多小 0.5个毫克 那么六个小时一次 一天吃四次 四六二次 二四个小时 所以他永远的恒定的 六个小时叫他吃一次 每一次0.5个毫克 也许吃两天 那么在吃之前 插一个UFC OFC 刚才是什么 是尿中油的皮质的含量 就是说我假设说 在服药之前先扯个OFC 然后服药 服药了之后再 再服两天药 服两天药之后再扯这个UFC 好了大家看看 吃了两次UFC 是不是 也就是说没有给他第三病重 除了一个基础值UFC 给了两天的第三病重 1.5个毫克这个小计量的 再缺他UFC 那么他是正常人 你比如说我正常人毁胖 单纯毁胖的就是正常人 单纯毁胖他是毁胖嘛 人是正常的 那个昏迷是正常的 所以你想想 我给你外院性的糖皮质技术 大家想一想 那么本身他分泌糖皮质 是不是降低啊 我给你外院性的糖皮质 补充外院性的糖皮质 当然你身体内昏迷的糖皮质技术 肯定要减少了 所以正常人 有料理油理皮质醇 一定要降低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给你外院性的第三病重 那么你身体内 昏迷的这种皮质醇 减少 那么你尿住油理皮质醇 就要减少 所以 这是个正常人 正常怀疑 所以我给你小计量 即使给一点点 你正常都有怀疑 因为正常人很敏感嘛 对这个 对这个猪 下起了垂体 身上皮质猪很敏感 我给你我什么量的 0.5毫克 给你两天 第三病重 就是皮质醇 那么你内院性的皮质醇 是不是受移植了 内院性的皮质醇受移植 当然你这个FC什么呀 会降低了是不是 所以 那么 UFC 尿中油理皮质醇 就会降到50%以下 那么这些正常人 降不到50%以下 不能受移植 那么证明你不正常 不正常 那是什么病 那就是酷心病 是不是 就出来了嘛 那就酷心综合症 好了 这就是区分 你是正常人 还不是正常人 所以叫做什么 确诊实验 确诊你是不是 酷心综合症 好 这就是它的意义 好了 我们再来继续看了 假如我下一个 下一个节 要讲的 高计量低塞比重一次实验 那么就把这低塞比重的量提高 由原来的5毫克 加大4倍 到2毫克 其他人都跟他一样 六个小时一次 连续一天吃四次 连续吃两天 还是跟他一样 吃一个基础的UFC 再吃完了 这个UFC 也就是我真的 我假设这个是酷心综合症的病人 那么我要区分究竟是酷心病 还是灰酷心病 也就是说这个酷心综合症病人 假设已经确诊了 用小剑的低塞比重实验 一直确诊了 我要知道你 这是不是垂体牛引起的酷心病 还是灰垂体牛引起的酷心综合症 也就是区分你 是脑袋里面长牛子 还是不是长牛子 因你的酷心综合症 看到病因定位 那么我又什么 大气量低塞比重移植 因为这酷心综合症 营状况很常见 那么他也很好移植 所以给他的低塞比重计量一下大 那么他就移植到UFC 移植到你正常的50%以下 那么这就是我们酷心病 当然了 这占70% 还有30%的 不是酷心病引起的酷心综合症 就不能受移植 所以大气量低塞比重移植实验 主要用于区分究竟你是垂体牛子 酷心病引起的 还是不是垂体牛子 里面身上皮脂腺 还身上皮脂腺牛 引起的酷心综合症 把这两个70%的部分 和30%的部分 分开 这些大气量低塞比重移植实验的 机制 所以大家注意 确诊实验是确诊 是不是酷心病 也就是区分单纯回胖 和酷心综合症 区分一个正常人 和一个病例状态的酷心综合症 那么显用小计量低塞比重移植实验 假这个病人进去确诊实验 已经确诊了 他记忆确诊 是一个酷心综合症 那么下面 继续往下 那么就对他进行并应判断 既不判断究竟你是垂体性的酷心综合症 还是回垂体性的酷心综合症 在那儿病因止断 究竟的病因是什么 就是鉴别处理的酷心综合症 究竟是70%的酷心病 还是30%的回垂体性 酷心综合症 就这个意思 就是大计量低塞比重移植 小计量低塞比重移植 所以大家总在这个里边纠结 就是搞不清楚 总是把他搞混了 所以大家就是什么 小计量低塞比重移植实验 再次跟大家说 是用于区分正常人的诽谤 单纯于诽谤 或酷心综合症 就是确诊你有病还是没病 大计量低塞比重移植实验 现在小计量低塞比起 在确诊的这些病人的技术上 来见证他的病因 究竟是酷心病因起来 还是活于酷心病因起来 所以这就是他的什么 两点不同 所以这两个追上考 大家追上混 连练考 总的考 但是大家总是 经常把医卖问来问去 总问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没动脑筋 书上讲的不 讲的一旦而过 轻妙淡写的 所以你更不容易理解 好了大家注意了 假如没有能力 就搞个大计量地彩比重义之间就行了 假如有能力 继续给是下面的三个 看到我刚才已经讲了 学HTH测定 主要用于鉴别HTH的依赖性苦心中卧症 或非HTH依赖性苦心中卧症 测定HTH 当然HTH依赖的这种牛子 HTH会更高 非HTH依赖性呢 那么牛子它就不高 甚至降低 好还有一个CRH兴奋实验 主要用于鉴别酷心病 或身上皮脂性牛 学电的设计 主要看低血甲减重头 鉴于我们经常考到的三个病 严重的酷心病 身上皮脂性矮 那么偶尔考到的 一个EVH中卧症 好了这四个 这四个检查 这四个检查 我们一个来看 第一个 大计量地彩比重义之间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这个 刚才已经说了 主要用于什么 那么确诊这个病人有没有 酷心病 大计量地彩比重义之间 确诊这个有没有酷心病 也就是也就是说 区分 啊 这个 酷心病或回酷心病 那么小计量地彩比重义之间 主要是区分他什么 有没有病 那不是酷心病 有没有病 是不是酷心中火症 也就是区分单纯回胖 或酷心中火症 好 这就大计量地彩比重义之间 已经跟他 什么 讲了很多了 好了 我们来看雪疆 我刚才说了 假如对于非 不依赖 这种牛子 大家看看这个虚蟹以下的 这几种 身上一皮脂线 S3皮脂线 牛 小姐姐 大姐姐 这都是不依赖 中火症的 确定出来 当然 S3皮脂线 很低 低于什么 10个皮脂线 每毫升 假设是 S3皮脂线 依赖的 这些毛病 大家看看 酷心病 就垂体上面牛子 一位 S3皮脂线 一位 CRH中火症 都是依赖 S3皮脂线 这些酷心中火症 那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 这个S3皮脂线 肯定是什么 增高 大于20个皮脂 每毫升 所以 这个 雪疆 S3皮脂线 的目的 主要是区分 把这个 两大类 把这个 酷心中火症 分区分成为 依赖S3皮脂线 那么它增高 不依赖S3皮脂线 那么它降低 起这个重用 所以第二个 雪疆S3皮脂线 起这个目的 好了 我们再来看 CRH兴奋实验 好了 大家注意 CRH兴奋实验 是怎么做 一般在晚上 P把PM做 为什么把PM做 因为这四个的 S3皮脂线 都是水平都比较低 我假如给予外约性的 CRH 那么 你的机体的反应 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 注射之前 注射0分钟 注射之前抽血 注射15分钟 注射30分钟 注射60分钟 分别抽血 彻底 STH或P之神 大家想一想一下 加这个病人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CRH在这 加这个病人 原因是因为 下血脑的病变 引起的 那么我给你 万元性的 CRH 大家想一想 怎么样 注射之后 那么我的这个 ACTH 皮脂线就会增高 反之 加这个病人的病变 是垂体性的病变 你垂体病变 我给你万元性的 万元性的 这个 CRH呢 你想一想 还有什么呢 我垂体病变 你再来给我 这个CRH 我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所以 只有部分的病人 大约 部分的病人 那么 他会增高 那么 还有部分病人 不会增高 好 假如这个病人 是这个牛子 下面这个牛子 有一个ACTH 只是很低 所以注射 CRH之后 ACTH就会升高 小于50% 但是升高的 不那么厉害 这就是 CRH兴奋实验 所以 用于区分 究竟是垂体 以上 还是垂体以下的部位 那么 长的牛子 起这个作用 CRH兴奋实验 接着目前为止 很少考这个东西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好了 继续 我们看电解的设定 没什么说的 这电解的设定 就是看一位低价 低价性减中头 假如有 那么你就把它考虑 严重的酷心病和 肾上皮脂肠癌 完了 就这 好了 继续 我们看看 讲了这么多 口干舌燥的 那么大家再来做几个题目 解释一下 大家还了解了没有 掌握了没有 大家看看 下面这个题目2000分 这个题目比较简单 肾上皮脂肾肿瘤 引起的酷心中和症 和酷心病 也就是说一个是 身上皮脂肠 牛上面长的一个牛子 和垂体上面的酷心病 那么鉴别最有意义的检查 是哪一个 也就是要确诊这个酷心病 究竟是酷心病引起的 还是灰酷心病引起的 我们刚才说了 用什么 大几量低价 低价地上皮脂肿瘤一致实验 是不是 所以在第五位 答案为一 假如你不小心 你打到小几量低价 低价地上皮脂肿瘤一致实验了 那么它是干什么用 它是确诊这个病人 是不是酷心中和症 就是有病和无病 两个都有病的 身上皮脂肠牛引起酷心中和症 有病吗 酷心病有病吗 两个有病的 那么你用小几量低价 低价地上皮脂肿瘤一致实验 怎么能区分呢 不能区分 它两个两个都是养性的 所以就用大几量低价地上皮脂肿瘤一致实验 那么 酷心病 阳性 那么 灰酷心病 银性 那么你就把它虚分开来了 所以答案是1 好了 大家注意了能不能打A 血脂肿瘤咒业规律消失 都是酷心中和症 当然都会消失了 所以不能区分 不能耐尿实验 这是 这是 真正糖尿病的 当然不能打 好 测试20小时尿死去香 那个唇 我不是说了吗 这又出来了吧 脑的身体 我再次跟大家说 那是个经常测的 尿中的 皮脂肿瘤的 带 带血的含量 那么作为它的筛查实验 就是尿死去香 尿死去香 那股脂肿 现在已经不这样测了 现在测的之后 尿中有你皮脂肿 所以这两千年实验嘛 当然那时候用的是什么 脑的教材 脑的教材 那这个是什么 筛查实验 是用的尿死去香 尿死去香 所以你看看 除皮脂肿瘤也是跟他一样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刺激了 所以大家做理念 整体之后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答 答1 为什么呢 你扯这种24小时尿中 十七强四几筒 只要你皮脂肿瘤都高 它都是高的 那么这两个 酷性中和症和酷性病 都是高的 那么你怎么区分呢 不能区分 所以不打谁 因此正确答案 打1 好了 我们再来个定位 定位 那么首先看到 怎么定位 身上线的毛衣 假如身上线面 长牛子 长癌 那么直接做个身上 有笔钞吗 身上有CT吗 都可以 那么身上CT 当然比笔钞 看得清楚了 是不是 假如这个病人 是垂体上面 长牛子 你比如说 它是垂体危险牛 垂体大险牛 引起的 那么在所有亏群 做过这7% 那么这是个做什么 垂体的MR检查 首先检查 就是它了 所以 那么我们就来定位 究竟是定位的 垂体上面长牛子 还是 身上线上面长牛子 这是考虑最多的 你说下棋了 可不可以呀 可以呀 因为CRH中和症 怎么不能长得下棋了 怎么样 可以呀 但是妊娠比较少 只不过考虑少一点而已 也就是这个定位 就是定在哪一级 究竟是下棋了毛病 还是垂体的毛病 还是身上线的毛病 好了 继续 我们看以色年这个词题 女婿40岁 这个病人相性性匪方 一看他的相性匪方 这五个字 不要说的了 那是什么 肯定考虑酷心中和症 好了 继续往后看 你看这个病人血压比较高 180110 有满月脸 有多血脂 有皮肤宽大指纹 有血糖增高 这些都属于 酷心中和症的典型表现 是不是 都出来了 好 大家再继续看 要注意皮纯增高 要有的皮纯增高 这更说明这个病人是苦心中和症 好了继续往后看 小企量低伤比较重移植事业 不能移植 小企量低伤比较重移植事业 不能移植 证明他是什么 证明他不是正常人 也就是不是单纯一毁胖 小企量低伤比较重移植事业 阴性嘛 不是正常人 正常人小企量低伤比较重移植 隔离外约性一点点低伤比较重你都能移植 那就单纯一毁胖 好了 他说但大企量低伤比较重移植事业 能够移植 证明是什么 证明是苦心病 所以走到这儿就知道了 小企量低伤比较重移植事业 不能移植 说明是苦心中和症 大企量低伤比较重移植事业 能够移植说明 近一步是苦心病里面的70% 苦心病 苦心中和症里面的70%是苦心病 也就是垂直流印起来 所以这走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病人应该证了什么苦心病 苦心病在哪儿 大家看看 垂体的流子上 所以他说 为明确病因出了肾上线的CT之外 那么还需检查诊成哪个部位 当然检查垂体了是不是 所以叫做垂体mr检查 也叫安躯mr检查 因为垂体在垂流窝里面安躯嘛 第安嘛 所以正确答案为a 所以这个其上就是要的判断 这个病人诊断出来了 当然你就给他搞得定 诊断不出来 那么当然你就错过掉了是不是 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 枯心中和的诊断程序 枯心中和的诊断程序 大家注意了 这些我就跟他按照这个书上的这个思维 按照我跟他规则总结啊 就搞了这个表 根据这个图啊 搞了这个图 根据这个图 大家可以参与 讲一上面这个图 那么 大家就随着我的这个思维 自己看一看 其实我刚才已经跟他强调了 主要是他四步 好了 这个病人假如有批证 争斗症的临床表现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指纹 满月脸 水牛背 向心肺胖 你看着这种字眼 那么你要考虑这个病人是枯心中和诊 有这些临床表现 那么第1个 就要对他进行筛查 是不是 枯心中和诊 筛查 这一步叫筛查 啊 好 筛查的指标有两个 我刚才说了 第1个是20小指 要 有利一批之存测地 叫做ufc 第2个 血浆有利一批之存作为变化规律的测地 就这两个 是不是 好了 筛查的时候 假如正常人 筛查出来 要种有利一批之存 正常 不会操钢 不会操钢 血浆有利一批之存 应该说有作业变化规律 所以这就正常 就是正常人了 假如不正常啊 你比如说要种有利批之存增高 20小时节力变化 批之存节力变化 异常 没有节力变化 没有人织织变化 那么 这是个异常 那么我就考虑这个病人应该是什么 筛模筛查养性 那么考虑这个病人很可能是 苦心中和诊 不正常 异常的 那么这是给我做什么检查 筛查之后做第一个研究 小计量第3病重 一致之业 小计量第3病重 一致之业 假如这个病人能够被一致 说明那是正常的 给一点点第3病重 他就被一致了 这是正常人 那么这种病人加了 假性 酷心中和诊 也就是我们说是单纯性毁谤 也就是你这什么 相性毁谤 究竟是 这种毁谤症 单纯毁谤症 还是你酷心中和诊 引起的毁谤 所以假如 小计量第3病重 一致之业 是阴性能够被一致 那么是正常人 胖子单纯毁谤 假如不能被一致呢 那么就是真性 酷心中和诊 也就是这个病人 是一个酷心中和诊 就是个患者 好了这患者 那么马上就要 考虑这个病人 究竟是哪个地方有毛病 究竟是 下去了 还是垂体 还是身上线 有毛病 到底是酷心中和诊呢 那么 第3步 就彻底 ACT 我刚才说了 假如这个病人 撤出ACT 是效率10个匹克 美好生 也就ACT是降低的 那么证明这个病人是 不依赖 ACT的酷心中和诊 哪些不依赖ACT的酷心中和诊呢 刚才我说了 是不是 身上线 皮子线牛 身上线皮子线癌 小肌线真生 大肌线真生 那么他的病根在哪 在肾上线上面 所以为了聚目区分 这个病人究竟是身上皮子线牛 身上皮子线癌 进行定位 做身上线的比仓 和CT 好OK了 那么这是个ACT级 降低的 效率 4个匹克 每毫升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ACT级 确定出来 真高的 大于20个匹克 每毫升的 那么就是依赖ACT级的酷心中和诊 是不是 所以依赖ACT级的酷心中和诊 那么只要是垂体性的 只要是下血脑性的 都依赖ACT 所以他ACT真高 因此这个时候就 说明他的病因 不是在下血脑 就在垂体 好还有个中间的 假如撤出来的这个数值 ACT在10到20个匹克 每毫升之间 你又不能诊断成不依赖ACT级中和诊 又不能确诊为依赖ACT级中和诊 这个时候怎么办 做CRH信用实验 我就刚才说的CRH信用实验 究竟是看什么原因 进入区分 由于他没考过 所以我就跟大家这个里面没细说了 那么他去讲理解 这个CRH信用实验 看我们刚才拿着画影片 好了继续了 我们假如是跟这个病人确诊为 依赖ACT的酷心中和诊 那么他的病因很可能在下血脑 你比如说一位ACCH中和诊 一位SRH中和诊 也可能在垂体 你比如说酷心病 那么又怎么把它 区分开来 也就是要把怎么把酷心病 跟一位ACCH的气铺开来呢 再做大几量第三病重移植事业 假如能够被移植 大几量第三病重移植能够被移植 那么这是什么垂体性的酷心病 垂体瘤引起的 那么你这时候再进一步做垂体的MRI 来证实这个病人是不是垂体瘤 缓治 假如大几量第三病重移植事业 不能够被移植 那是毁垂体性的 中有 所以那就肯定是什么 一位ACCH中和诊 那么 做垂体瘤子也行 做下血量 反正是头颅的CT 确实 看这个一位的ACCHCH长在哪儿 好这个整个这个大致的检查过程 就这样 所以大家就有这种层次感 你看看 假如我跟大家用画这个图一出来 所有的那些检查就有一种层次感 也就是临床上我当医生要有什么思维 见到这个病人一种检查做了阳性阴性我考虑什么东西 你然后这样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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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正确的答案 那么找到这个病人 就已经确认这个病人是什么病 你一点不知道就那个检查也开这个检查 我的天哪做了一大堆检查 搞了半个月病人在医院颠来颠去 花了很多钱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不知道什么病 所以 你的脑海中你自己要清晰 跟病人 第一步做什么检查 第二步做什么检查 你做的这些检查假如阳性有什么结果 病人也好理解 我就来等结果就完了 是不是 这就是苦心症或症的诊断程序 流程 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一系列这个词题 小几两集生宇宙椅子实验 主要使用什么东西 主要使用什么 谁上眼皮脂症多症呢 这肯定知道 是什么 不是定位 是定性诊断 看你是不是苦心症或症 叫定位诊断 定性诊断 假如我这个题目小改个大 所以这个定性诊 那么正确答案是弊了 假如我这个小 改个大 假如大进了第三笔中 你直接适用 那就打谁了 剩下一批这些证诺症的定位 究竟你的定位 这个苦心症或症 是垂体 垂体有引起的 还是会垂体流 所以区分这个东西 所以就打谁去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15年这个词题 大家再继续看啊 女 52岁 这个病人精心 其中增加 半夜头晕腰痛两年 插体 血压比较高 180114 这个病人有多毛 有 面缘 有作创 这面缘 面缘是什么意思 满月脸吗 就这个意思 谁在眼看 尿糖是咬心的 当皮脂肪增多症的时候 皮脂肪 皮脂肪增多 那么他可能有 内固醇尿糖 糖尿病 所以这个病人血糖可能增高 尿糖可能增高 好大家再继续看啊 这个病人啊 大家注意他给你了 这个病人血脏皮脂肪 早点早上8点 8100 他一般就给你个正常值 你看是不是 下午10点 4pm 752 他也给你个正常值 5月12点 就零点 7007 他也是高的 初步诊断为苦心中患症 为继续明确诊断 那么检查是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考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顺序嘛 是不是 你看看 他给了你什么东西 给了你血浆皮脂肪的测定 这是一个什么 塞查 血浆皮脂肪的塞查就两个东西嘛 一个是什么看 血浆皮脂肪的重要规律在不在 第二个产疗中的油粒皮脂肪含量 24小额 所以这个病人就考虑这个苦心中患症已经给了你塞查结果 塞查结果是什么 大家看看 8点钟高 4点钟怎么样 高 不下来 午夜还高 还不下来 没有这些变化的规律 也就是这个病人的 塞查实验是什么 阳性 也就是我跟他讲的了 四步检查 第一步检查做了 好 他问你 我也明确知道下一步做什么检查 下一步做什么检查 下一步做 小 计量 第三病从椅子 试验 所以这个题还是不很好啊 所以打打D 很简单的太简单了 假如要我出题目 我怎么出啊 那么 我明确知道下一步做什么检查 答案A 小计量 第三病从椅子 试验 答案B 大计量 提升 米中椅子试验 答案C AC T也就是性分 试验 答案E 什么垂体 MRI 答案F 再来个什么 身上线的MRI 真死 你一样记不到这些东西吧 那没办法做的 所以这个题目还比较好啊 他就没有要你区分小计量 大计量 第三病从椅子试验 应该是先做小计量 第三病从椅子试验 再做大计量第三病从椅子试验 所以这种 他就是考虑这个顺序 因此答案为D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以三念这个试验了 女45岁这个命运 脸缘 脸缘 这就是满脸 变红 这是多血资 是不是 体重增加 月经稀发 这就是内肺泌稳然的结果 这个病人有肖心肺胖 有高血压 有床 有小呼吸 吹毛真多 毛发真多 大腿根部有指纹 血价也低的 那么血糖是高的 有内股酸血糖 所以读到这 不要说的这个病人是电性的酷性中和症 是不是 所以答案是D 第一问出来了 答案D 好继续 我们看第二问 定性检查最主要的检查是什么 大家注意这是定性检查不是定位检查 定性检查 我们跟大家说定性检查就是看你是不是枯性中和症 那么应该做什么 小几量第3笔松一致试验 答案是C 第三步有助于了解其病因或病面部位 所谓病面部位 那就是定位检查 所以问检查是什么 那你肯定是什么 大气量第3笔松一致试验 所以答案是A 你看看这像这种东西是不是 你只要是打对了 反正我们顺序主 这种东西就很简单 否则就要那个一像这个一像的是不是 你就不知道这么大是不是 好 这就是大家是什么 认为很难的题目 其实上你搞清楚了 也不是太难 好了我们再看见别人的 第一个见别人的 经常考的就是 单纯一毁谤和 皮质证多症的鉴别 什么意思 单纯一毁谤是个正常人 皮质证多症是不正常的人 也就是正常人 不正常人的鉴别 因为皮质证多症和单纯一毁谤都有毁谤 那么究竟是哪个是正常哪个不正常的 大家看看 说要尿油的皮质证 在尿油的皮质证在单纯一毁谤肯定正常的 如果他正常人吗 皮质证多症呢 尿油的皮质证多那么尿油的皮质证肯定增多 好 血皮质证的油的 血脚油的皮质证的就要变化规律 正常人单纯一毁谤是正常人 当然有 皮质证多症 酷心中和症呢 当然没有 小鸡在地上病重移植试验 在单纯一毁谤他是正常人 当然可以移植 在皮质证多症的病人呢 当然不能移植了是不是 好了高血压 去糖尿量降低 坐床多毛 这些毁谤的病人常常有这些东西 因为毁谤的病人容易得糖尿病嘛 所以又有的高血压嘛 又长得像男人一样嘛 五大三处的你看 郑海霞是不是 打篮球的 那不是像男人吗 是不是 坐床多毛都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他也有 皮质证多症呢 也有 所以你看看 假如我今天出个题目 我说鉴别单纯一毁谤 与皮质证 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 打什么 打起两项 一个油腻皮质证测计 一个什么 作业变化规律测计 因为当中一毁谤是正常人 他要的油腻皮质证正常 那么皮质证 作业变化有规律 而皮质证多正常是 不是毕业不是正常人 是毕业人 所以他的要的油腻皮质证多 而作业变化规律上市 所以 最重要的鉴别点就在这儿 所以这个经常考 好了 大家再来看看 08年这个司机 女42岁 这个病人只能让科兴症化症 他一定告诉他这个科兴症化症病人 与肥方症经营比较 最有价值的鉴别是 就找我们刚才这两个打下 是不是 胆为一吗 学油腻皮质证 使用作业变化规律 胆为一 其他的你怎么鉴别呢 高血压 糖尿病 料食腔增多 月经减少 毕经 都可能存在 是不是 所以ABCD不是正确的打下 好 第二个鉴别 那么就是不通病的 库心中活症的鉴别 那么常常考到的这些 正常人 库心病 EVCT中活症 皮质诊 腺流 皮质腺癌 那么大家就在脑海中 映着这个图 映着下下脑垂体 身上腺 身上皮质的分泌皮质诊 然后 他代谢之后产生 尿氏气腔 尿氏气筒 好 这就是他的 大概的过程 大概的过程之后 然后大家就像我这样 把他推倒出来 这大家看看 一个正常人 他的皮质诊肯定是正常的 是不是 尿氏气腔 尿氏气酮 他的代谢产物肯定是正常 ACTH也是正常的 小企量基层 比如说椅子试验 因为正常人可能因为椅子 大企量基层比较更能被椅子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再来看 酷心中活 酷心病 酷心病是垂直流引起的 那么垂直流引起的 大量分泌 左右身上皮质 使皮质诊诊 所以这种病人 血清皮质人浓度升高 他的代谢产物要是相增多 由于他的依赖ACTH也就是中活症 所以 他的ACTH也 增多 小企量基层比重是 椅子试验 我刚才说了 不能被椅子 但是大了企量基层比重是椅子试验呢 能够一直酷心病 但是不能椅子回酷心病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 一位ACTH中活症 一位ACTH中活症就是 AC阶级大量分泌 但是不在垂直里面 在垂直旁边 不在垂直里面 大家一位ACTH中活症 一位ACTH中活症 那么互密大量的ACTH作为生产皮质 互密大量的 皮质诊 所以这种病人皮质诊诊高 皮质诊代谢产物 要是强诊高 ACTH 顾米思义他也要跟ACTH增高嘛 好 大企量的低伤比重椅子试验 小企量低伤比重椅子试验 一般来说 大都是 不能被椅子 因为为什么他是牛子 一般不能被椅子 好了我们再来看生产皮质鞋牛 生产皮质线癌 长在生产线上面的 大家看看 由于长在生产线上面 这种不管你是恶性的 皮质线癌 还是良性的皮质线牛 那么它都会分泌 皮质唇 所以两者 皮质唇都会增多 两者 皮质唇代谢产物都会增多 那么他不依赖 ACTH 所以大量昏迷这种皮质唇 会一致垂体 产生 产生的ACTH 所以这个ACTH有个复繁荣条件作用 所以 ACTH是降低的 不是增高的 他不依赖这些综合症 好了这种大计量第3密质移植事业 小计量第3密质移植事业 当然不能被移植 为什么 我是长一个牛 我服从你管 你给我外星的 什么这种堂皮的就关我什么事 我长个牛子我在这里什么 继续掌握我的 我只要我的牛子长大 我后面的皮质就增多 是不是 所以 他就不能被移植 不让你大计量小计量都不能被移植 你看看 常常考虑这些东西 你假如掌握这种方法 是不是自己都可以把它推倒出来 就没必要去背 你这样理解了 再考什么东西 就不是这些东西 每年考到考去就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把这什么 方法搞定了 自己复习是个没有复习到 那么你自己都可以把它推倒出来 是不是 好了继续我们看09年 这考虑研究人师体 这个研究人师体出的很好 不超纲 你又做不到 所以假如大家把这四个答案搞定了 那么这些酷性中和症的这些特点 就搞定了 其实这个在我讲病例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给这些东西说了 是不是 好我们先进去看了 酷性病的特点 酷性病是垂体的上面长那个牛子 那么引起这些特点 大家看垂体上面长那个牛子 分泌ACTH 自己肾上线分泌糖皮的结束 所以这种病人的体质醇肯定增高 ACTH肯定增高的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第1问 答案 是B 因为 曲织层增高 ACTH增高 只有这个打一下 其他的打一下 ACTH是降低的 所以他就依赖ACTH 酷性中和症 好双脚随上线皮脂 弥漫性增生 为什么要双脚随上线皮脂增生 你看看 今天我分泌一点 ACTH 是你随上线皮脂 分泌糖皮脂之后 明天再分泌点ACTH 你再分泌 久而久之 叶果 勇气回退 当然你 身上一皮脂就会昏迷漫性增生嘛 是不是 所以就OK了嘛 所以答案就打B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2个打一下 身上一皮脂先矮 在哪儿在这儿 身上一皮脂先矮 身上一皮脂先矮 我们跟大家说过 它叫什么 第一 皮脂醇肯定是什么 是增高的 不然它就怎么叫酷性中和症呢 第2个由于这个糖皮脂技术震度 那么一致你垂体的ACTH 分泌 所以这种病人一个一致你的ACTH应该什么 降低 刚才我应该说了是不是 讲病因的时候 跟大家推道了 好了 在皮脂先矮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 或严重的 皮脂先矮或者是严重的酷性中和症 那么有什么 明显的低假性减重症 所以你看ACTH也降低 明显的低假性减重症 那么它哪一个答案 是D 是不是 第2题答案就出来了 为什么 它会产生明显的 带性减重症呢 牛子为什么不会呢 这是你们书上没讲的 我专门 因为要解答研究生这个字 我专门跑到 第1版 内科学生们专门翻了 就自己第1版上面有 从这版上面都给它算掉了 他说牛 就身上皮脂先牛 这个良性的牛子 只分泌 皮脂筋 那么皮脂筋就在保了排甲的作用 正确作用 比全国酮弱多了 所以它就 它就什么 排甲虽然一有 但是不能排到 排到什么明显的低假 好皮脂筋 身上皮脂筋矮 恶性的 它既分泌皮脂筋又分泌全国酮 全国酮的排甲作用就很强了 皮脂筋的排甲作用 对于全国酮的刚才我说了五百分之一 那么全国酮的排甲作用就很强 所以这个时候会导致什么 低假性前冲动 所以矮会导致低假性前冲动 牛呢 血价是正常的 所以这几个你就都搞定了嘛 是不是 所以谁 是腺牛 身上皮脂腺牛 答案说的 A呢 是不依赖 ACTH的双侧 身上 真生性 节节 节节性 那就搞定了嘛 A 不依赖ACTH的双侧 身上些伤 伤得接近真身 B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科学密 C 身上皮脂腺牛 D 身上皮脂腺矮 大家把这四个下答一下搞定了 那么 最难的题目就难得这是四个了 那么这书上又没有的 必须你掌握了之后自己把它分析出来 所以大家只要掌握这四年 这么基本上考职业医师 这四个题目 基本上就把它常考的这些知识点 全部啊 理解到了 你不理解你是拿不到的这个题目的是不是 这研究生考的 试题啊 我们拿来自己复习一下 帮助他们复习知识点 好我们再来看资料 资料没有什么说的啊 资料很少考 资料在我的印象中 你们从那边考过这研究生考过一个试题 好 从下血脑到垂体到身上线 皮脂分泌的糖皮疗急速 大家看 假如这个病人是下血脑的毛病 你不是意外这些中化症 那没什么说的 把这个牛子给切掉就完了 当然在临床上最多些的还是什么垂体牛 在所有 酷性中的这70% 假如是微腺牛 那么筋跌度切除 用镜子把它切除 这身上比较小 数后比补充糖皮疗急速 假如大腺牛呢 开流手术 因为这种镜子就不行了 是不是 假如不能切除的 切不掉的 那么这是个做身上线的切除 他没把习惯了 那么他也不分泌这种糖皮疗急速的 数后 那么用急速来替代质量 也就是补充糖皮疗急速 假如这个病人是身上线的毛病 要么是身上线的良性中流 蟹牛 要么是他矮 恶性中流 那么不论是蟹牛还是矮 那么都是 都要给他什么 手术切掉就完了 然后 再给他什么 技术的替代质量 假如小鸡业真生大鸡业真生 那么做双次的身上线切除 俗后进行技术替代质量 还有一些假如又不想开刀 又有症状的怎么样呢 用药物质量 阻断身上皮脂肌合成的这些药物 好这些药物从来没考过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这就是他的质量 质量你们还没考过 假如今天考试个新东西 只有研究生考过一次 所以说医学考试中心出来的题目 他不喜欢考这个什么 治疗 研究生也不考 你们就从来没考过 所以说你说今天考不考 你说我哪知道了 我贺老师有个省先 我也不出题目 假如今天考 全国人民都做不到了 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过你们吗 考个新东西 哪个掌握了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